掌声送给杨超 加油 来我们继续我们的加油的口号 我们的节奏好不好 来一二三四 哇 有一句话叫郑重下怀 有 有一句话叫别太得意 有一句话是是我的 正规是我的 有一句话是你先说来听听 好 光风 硬币 确定吗 确定 杨老师自信满满 但是他的答案到底对不对 请让门来说话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 机 你又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绝望 你又没有听见通知心飞的哭声 你有没有感到心如花朵般枯萎 你又没有感到心如花朵吧 你又没有感到心里面 在你的海中的绝望 除了你没有什么可以让我眷恋 除了悲伤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忘却 除了宽容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失望 除了爱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生命 你有没有感觉受伤那条单纯的命运线 你有没有听见自己被抛弃后的哭喊 你有没有感到也许永远只能释然不见 你有没有扔过一枚硬币选择着翻面 谢谢赋予为我们演唱的这首硬币恭喜你 家庭梦想基金杨超老师已经积累到了一万元 好样的相当牛 但我让我想到就是任何一面硬币都有它的正反两面 对于你们也是一样 现在看到了你们在舞台上很光鲜 但是谁又能够真正的去体会你们未知付出的所有努力 你们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感受上天真的是太眷顾我们了 而且让我坚定了这么一句话 只要是大家团结起来 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最早的时候真的是无人问津 我们自己扮演出免费请大家过来看 最开始来五十人八十人一百人两百人终于有一天来了一千多人 我跟我乐队的这几位兄弟们真的是一步一个台阶 大家真的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块势 想到这一路的起伏 我相信他肯定有很多的感触 但是他没有完全说实话 说跟兄弟们一起打拼一起努力 但他曾经有一段曾经萌生退役有没有 有一次 怎么回事 曾经在北京有一场颁奖典礼 我迟到了 然后乐队要唱五首歌 我到的时候乐队都已经在台上唱到第三首了 这场演出结束之后呢 我说实话心里非常非常难受 后来第二天我给大家发了一个短信 这个短信其实到现在还在我手机里存着呢 我跟大家说 我说人有脸树有皮 我说我只想站直了走 我既然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 我跟大家请辞 等于引咎退队 后来呢 我这个信息发完之后 我记得当天是晚上六点多 七点半的时候 乐队所有的人在我不知道情况下 全都到了我们家楼底下了 然后给我打电话 杨超你出来 要打你啊 要跟我谈谈 我说后来我都到楼下去之后 就是我没有想到大家这么快的时间 把自个儿所有手下的事全都放下 然后一然而然的来到了我 我家 他们的目的是 挽留我 挽留你 极力的挽留你 对他们说大家在一起这么些年了 谁没犯过错误 嗯 反正就是一句话 不能走 哈哈 就别废话了 这个团队里缺一不可 对 珍惜你的队友们 再不要退队了 再不要迟到了 我真的希望你们即便现在登上春晚的舞台 也许将来登上更大的世界级的舞台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了自己出发的那几年 自己最痛苦最困难的那几年 你们所经历的一切 对 这是你们所有创作的原动力所在 好了 谢谢杨超给我们分享了他的故事 也让我们有一些 有一些心灵上的收获 杨超 接下来你要做一个决定 第五扇门 你已经打开了 第六扇一万五 要不要继续走 答错的话一万就没有了 答对了一万五千元 你就能拿走 依我的性格 冲 一万五千 请按响门铃 踏上火 认准正宗王老吉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正宗王老吉 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集 杨超加油 希望好运再次眷顾我 来让我们一起拍起我们的节奏 谢谢 观众都被你洗脑了 说实话 好像 我可不可以求助一下我的性格 当然可以求助 如果你真的没有任何线索 马上求助 我求助 趁他们还记得 连线第二现场 孟辰 我觉得这首歌特别有意思 因为它的旋律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而且也能唱 但是它的名字 不知道能不能说上来 中华剑唱 对啊 到底什么名字叫什么 闫老师 你做那么多电影音乐 闫老师 你做过这么多音乐 我主要还是为了求助于你 我们乐队的键盘首经常做很多的电影音乐 那没问题 你知道的歌最多了 这顺利 不靠你了 不靠你了 加油 难念的经 是不是叫难念的经 杨老师 你有这歌吗 难念的经 中华剑唱的 你确定 是难念 是难念的经 还是什么的经 好像是什么的经 就是难念的经 好的 谢谢亲友团 亲友团给出了一个他们的方向 但是我 我相信他 你相信他 我相信他 你不相信他也没别的办法 到底是不是难念的经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 一 哇 还真对了 你陪我忍发过身体 爱见做鸡花那美丽 怕我每周应远时 每天最希望都找你 像你我太太宠典 拐大地中心太美丽 飞鸽也太极早远时 会被发挽人度了你 啊 啊 谁不得吹彩素食 啊 啊 啊 躲不开痴恋的人为 啊 啊 走不到思想代替 啊 啊 啊 趁满生生不动思途能提 一风凉与生落一眉重逢风 牵振过去遮处境也未着目 演发发走片着实世人存狂 演这两个与别别我丁重不能放 听风凉与生满满同水共狂 演发发光关系组组组组浪漫 听风凉与生落一眉重逢风 听风凉与生落一眉重逢风 起山沟海尽水经也未着目 演发发走片着实世人存狂 演这两个与别别我丁重不能放 演发光与生满满同水共狂 听风凉与生组组组组组浪漫 帮风凉旁与生落一眉重 快终 谢谢王江太给我们带来的这首《难念的经》 听友团说的没错 确实是九七版香港的天龙八部的主题曲 叫《难念的经》 颜老师我太爱你了 必须要好好爱他 恭喜你家庭梦想 这一句已经记得到了 一万五天 家家有很难念的经 在乐队有没有什么苦恼 有 工作越来越忙了 陪家里人的时间 越来越少了 老上外地演出去 对 每个周末都会走 有 那老婆得有意见吧 非常有意见 不是老婆 是老婆门 应该都有意见 对 所以说 你看我们乐队 大家在一起 有一个微信的一个群 然后那些老婆们 也有一个群 也见了一个群 那个群专门骂你们的 瞧他们几个 他在家不做家务 他在家不干这个 他在家不干那个 然后登登登登登 就全是我们 我们每当到外地 一个城市的时候 我们不但要演出 我们还要想再去看一看 当地的风景 然后玩一下什么的 然后 我老婆就特别的 你别晚上出去玩就行了 不是 我们都是白天逛一逛 老婆支持吗 表面上支持 那心当中特别特别想 让我也能够有朝一日带他去 对 好好去玩 那感觉完全不一样 你带老婆出去玩 那个性质就不一样了 对 所以你一直没有满足过他的心愿 真的是 很惨愧 到现在为止 真没抽出时间 所以你的家庭梦想是 带着他 做加油 能有多远 去多远 这回还带兄弟吗 不带了 就带老婆 兄弟和老婆掉河里了 救谁 救老婆 真的 救老婆 兄弟在第二现场 你骂死你 一起加油 对 爱情事业都不耽误 好吗 好 来 为杨超加油 谢谢 一万五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这已经很多了 接下来两万元 我不知道杨超这个倔脾气上来了 还要不要往前冲 怎么办 其实大家有所不知 我们乐队呢 总共有七个人 加上好云总共七个人 来之前乐队 以我为代表 说了 说七个人 一人一扇门 杨超你给我打开 哦 那这样吧 他既然都这么说了 前六扇门代表的是他的六个兄弟 我觉得这第七扇门 你就为自己而开 好 好吗 好 来吧 我冲 两万元 两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请按下门铃 我相信我一定能成功 我们大家再来 给我努动力好不好 加点油 来 谢谢 谢谢 我不是故意在伤害你 I'm sorry 那只是爱情中的游戏 零点乐队 别误会 确定吗 确定 根本不应该是 I'm sorry吗 不是 不是 好 那就sorry了 确定了 别误会 别误会 确定 对 零点乐队 不改了 不改 错了 一万五都没了 我确定 别误会 别误会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 大 你 我不是故意在伤害你 I'm sorry 那就是 太迁出的游戏 I'm sorry 有时我也只是为了 不无数万位 请你相信我 说一声 I'm sorry 我不是故意 在伤害你 I'm sorry 那就是 爱情中的游戏 I'm sorry 有时我也只是为了 不无数万位 请你相信我 说一声 别误会 谢谢 谢谢 谢谢宋异扬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别误会 恭喜你 可以啊 小伙子 零点乐队是我 从学这门乐器以来 就是听过的国内的最多最多的一支乐队 一直是我心中非常标杆式的一个偶像 他们所有的歌曲 我不但会唱 还会演奏 而且是原版的 标杆式的偶像 所以你的发型和你的造型 才跟那个周小欧那么像 是吧 终于找到兄弟了 好了 恭喜你 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 两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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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一点一滴的在我们的舞台上 在你老婆的注视当中去争取来的 我觉得这可能跟你去进行一场演出 所赚来的钱的意义又有所不同 完全不一样 目的性非常明确 就是想带老婆好好地出去 潇洒一把 玩一回 对 哎呀 太棒了 真的为你感动 为你骄傲 那么 杨超同学 还懂吗 不走了 任务完成了 任务胜利完成了 真不走了 三万呢 多少钱 三万 三万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见好就收 到此为止 他收了 我们能这么轻易地放过他吗 不能 我觉得也不能 既然乐队里的几个歌几个都来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请他们 在我们的舞台上来给我们表演一段啊 王阳整整的好吗 太好了 在这之前 我要恭喜你 家庭梦想基金收获了两万元 再次掌声送给他 感谢正宗王老吉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秉淇宁神 一起来欣赏杨超和我们咱们这个乐队 给大家带来的一首歌曲 掌声送给他们 加油 给大家带来的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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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